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一个我那时候认识的一个干姐 人年轻的最后有干姐什么干哥这种的 因为年轻就想说多多个人脉 然后就会叫人家干姐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干姐就说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一个命理大师 在好像是那时候叫来来饭店 现在来的饭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喜来登 叫喜来登饭店 就是那个地方 在某个房间正在看命理 大家都排队去给他算 然后每个人他是说 他好像是最低的一个红包是1000块 但是干姐说他是包5000块 然后问我要不要陪他一起去 然后顺便自己也可以看一下 我那时候很年轻 我那时候才23 24吧 然后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过也好了 去看一看也好 就看一看命理大师长什么样 还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这个人就好奇 没看过这种事情 在一个饭店的房间 大家是怎么样去看命理大师 我就很好奇 我就跟着去了 到了某一层楼 真的外面就那个房间门口 就排了队伍 大概五六个人 但是也很夸张 因为饭店你门口排人 就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很好 有站在那边等 就有点像现在去看病一样 拿个号码牌这样子 然后就我干姐就先进去 在噼里啪讲 前面很多人 每个人大概都进去 也大概有的人五分钟就出来了 有的人十几分钟还在里面 可能有点像看诊这样子 然后我干姐讲完就该我了 然后进去以后就看到 一个老师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要我告诉他 我的生日 生辰八字什么 那我第一次算命我也不知道 就全部都跟他讲了 他算一算 他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是我记得比较清楚 是他我当时觉得 你讲得太远了吧 他说 他说 他说你到了老 就是说中年以后 最麻烦的是你的脚步 会出很多毛病 你的脚 你的腿 会带给你非常多的不便 你要好好照顾你这方面的健康 我心里想说我才二十几岁 你跟我讲我中年老年的事情 说我脚会不方便 然后我就想说 第一个那太远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你如果跟我讲说 你要注意 这两年 你会有桃花孕 我就会注意听 现在他也没有讲这个 他就讲说你中老年 早老年以后 你的健康是你脚步会非常不好 而且你所有的毛病都从脚开始 这样子 我当时想说这个太远了 我现在顾不到 而且我觉得好像 我就觉得没有 很蛮无感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又讲了一些 比如说他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他影响到 他说以后 你所赚的钱 就像树上的果实 然后他都会掉到地上来 然后可是你自己却捡不到 因为你是那一棵树 所以你赚的钱 都会像果实掉下来 然后别的人会拿去吃 这样子 你自己会没有 我就觉得好凄凉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命理大师 所以虽然是二十几 三十几年前了 三十年前了 有没有三十年 快三十年了 你时间过这么久 中间也很多看了不同的命理大师 算了过紫围斗术 看星座老师 什么算塔罗牌 各式各样都接触过了 但是我唯独对第一次印象很深刻 那就他讲这两件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后来他教我一些方法 我就嫌麻烦 我就没有去做 因为他教的那些方法 就有点 第一个他说 你回家 把你家里 多余的皮带 特别是你向人家借的皮带 把它丢掉 如果有的话 把别人 跟人家借的皮带丢掉 我就想说 我有没有跟别人借过皮带 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他说 你要去找一个 一块钱 这是说 不管是什么钱 可是那个钱是要铜的 然后把它绑成一个 绑成一个像箭的东西 他给我看 他身边有一个长这样的东西 用红线绑的 放在床头哪里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什么方位这样子 其实他讲到铜钱的时候 我的脑子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想随便 就付了1000块 其实那时候30年前 对我来讲1000块还蛮多的 但是跟甘姐去 不能丢面子 想说命理大师 这么多人在排队 那好像是有这么道理 那这个事就过了 30年后 我果真到了中老年 你说奇不奇怪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我脚 一直出毛病 就是我一直会有莫名其妙 比如说肌腱炎 然后脚底 可能是我的站姿 还是说怎么回事 就是说我一直会有鸡眼产生 这个鸡眼不会消失 你知道鸡眼很麻烦 因为我很喜欢跑步 快走或是运动 你都没有办法 因为你有鸡眼就会痛 很多人说鸡眼就涂鸡眼 鸡眼的药 它就掉下来 它掉了 它又长 我甚至还去医院 请医生动手术 把我鸡眼挖掉 超痛的 你知道吗 挖掉以后 它又长出来了 就是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它就一直 最多的时候有三四颗鸡眼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现在我解决的方式就是 我每个月会固定去 上海削脚皮 修脚皮地方 把鸡眼修掉 而且我都要到处打听说 哪一个修脚皮师傅 特别会处理鸡眼的 然后我就是 你知道留他电话 然后都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每次我去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那个老师当时跟我讲说 你以后 中老年脚会带给你 很多的毛病跟麻烦 我甚至有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下了什么咒语 害我中老年脚都变成这样 因为这个很莫名 然后现在我就是 治标不治本 也有脚部的脚底专家跟我讲 你这个就是站姿的问题 你应该去买一些鞋垫 你要去检查自己的足弓 这些我还没去做 但是中年以后 我发现真的是 我的脚真的出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也带给我很多的麻烦 希望我可以解决它 另外他讲到树上的果实掉下 都被别人捡走 我现在有的小孩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所有赚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 我自己都没有了 可恶 好了今天讲这个是小段命理 因为今天我们待会的单元 就是神机妙顺 詹天思维来的现场 他现在在来在路上 所以我们待会来欢迎他一下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2024年5月31号 在高雄台中 还有台南还有台北 都有非常知名的音乐剧 西贡小姐的演出 在今年2024年1月30号 就正式开始贩售了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 大家要赶紧的抢这个票 好 我们现在要来听一首 西贡小姐 她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叫做 Sun and Moon 听完以后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讲库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工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那么小时候呢 最喜欢吃的是妈妈做的这个糖醋排骨 这糖醋类的糖醋鱼 糖醋排骨 糖醋什么 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小朋友都这样 后来到了这个 我们移民到美国去的话 发现美国他们也很喜欢做这种糖醋类的 他们叫做甜酸肉 或者他也会有所谓的橙汁肉 基本上也都是甜甜酸酸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糖醋里肌好了 因为糖醋里肌跟糖醋排骨不太不太一样 就是里肌 它是里肌肉片 所以说有可以厚有可以薄 所以说这些这个做糖醋类 都可能先过油 先炸一下 让它比较香 然后再裹上糖醋汁 但是我觉得里肌在炸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利用半煎炸 就是说或者是可以用少量的油 然后或者把你锅子稍微倾斜一下 让这个少量油呢 集中在某个地方 那因为你炸的时候 你不用全部都放在炸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炸 慢慢把它炸起过来 因为毕竟油炸的真的是比较比较香比较好吃 所以说大家现在都有气炸锅 那要用气炸锅的话 其实也可以查一下说 这种糖醋里肌要怎么用气炸锅来处理 但是我先想讲就是用比较少量的油 大家在油炸的时候 第一可以吃到很香的油炸物 第二个就是那些不用太大量的油 这样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废油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本 东门市场三代肉铺接班人的 屯食好滋味 这个字应该念屯嘛 就是猪肉的意思嘛 因为他们在这个东门市场 他是专门在 他们所谓的这个东门市场猪肉小公主 专门在卖猪肉的 那其实他常常开直播 我也会看他开直播 因为他切猪肉 客人来买猪肉的时候 他就直进来个部位嘛 他现场就会切 他切的那个手法 又快又准 而且有时候也会 我会看到一些 蛮有技巧的切法 我在家也会照的练练看 或者甚至于他在直播的时候 他通常直播他的猪肉摊 客人来买猪肉嘛 挑的部位也好了 怎么去料理也好 他都会给客人一些经验 就是说给他一些这个tips 要怎么做比较好 那他也出了书 那这个东门市场三代肉铺 接班人的屯食好滋味 自己是猪肉摊嘛 所以说会有很多不同部位的猪肉 他们家里就会把它拿来自己做料理 这样子 这一道糖醋礼姬 就是他们家常吃的 那第一个就是拿小礼姬 小礼姬可以说是猪肉里面 大家说是所谓的最嫩的一块肉 但是它没有什么油脂 所以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变得比较干涩 那么小礼姬 然后准备一些洋葱青椒红椒 蒜头 这些就是标准的糖醋的标配 那么这个肉呢 你就先切小厚片 不要切太薄 也就是说如果你拿这种 礼姬火锅肉片 可不可以做 可以 但是吃起来就会 吃太多粉 或是汁 就是肉反而那个肉味会少很多 糖醋礼姬 当然也可以用火锅肉片做 但是当然最好是 礼姬肉把它切小厚片 然后再切成这种 一口大小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洋葱跟青椒 还有红椒 切成跟肉大部分一样的片状 也就是三角或菱形片这样的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当然红椒配个颜色 洋葱是一定要有 洋葱的香气 还有另外是我觉得 就算你不爱吃青椒 当你做糖醋礼姬 我拜托你一定要加点青椒 它那个青椒经过这种 快炒油锅爆香以后 它那个香气是很解腻的 它有一个辛香味 不是辣椒的感觉 可是很类似了 那你这个切成小厚片 再切成一口大小的礼姬肉呢 就先拌一些腌料 这个腌料很简单 就是先拌这个酱油 再拌鸡蛋 然后再一点太白粉 如果说你是半斤的 小礼姬肉片的话 那么你就是抓两大匙的酱油 把它整个抓进去以后呢 然后再放一颗鸡蛋 全蛋 因为它是酱油嘛 酱油的颜色比较深嘛 所以你就是一颗全蛋进去就好了 把它抓一抓 抓一抓以后呢 你再撒一点太白粉在外面 这样子它会比较保护它 这样比较滑嫩一点点 那么这边呢 就会热油锅了 那再处理这个礼姬 其实不管是任何的猪肉 我的习惯是我猪肉买回来 我把它处理好 比如切片也好 切块也好 我都会稍微泡水一下 就是让这个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猪有个hand 其实你泡水一阵子 特别是那个水是会流的水 比如说你在那个水龙下面 水龙头下面的把你的猪肉 或者排骨放在一个钢盆里面 然后那个水把它泡住 然后它滴一点水进去 让那个水有流动 这样子做个三分钟 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了 那个肉你会视觉上 你会觉得它变白了一点点 然后你把那个水沥干以后 你用沥用手把你 泡过水的肉把它挤干 挤干 让它这个里面随便都把它挤出来 那这样它那个腥味就会被带走 很多很多 然后接下来你再放调味料进去 就是腌料 就是刚刚说酱油 鸡蛋和太白粉这样子 腌好了放旁边 大概也要腌个五到十分钟这样子 那么就这边就热个锅子 锅子尽量是 不管什么锅子 有点深度的 因为你要有点半煎炸 倒油进去 如果也要用少量的油的话 你就把它倾斜一点点 然后等到这个温度上来 大概160 170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是热的温度 就是你筷子 如果是木头筷子插进去 会有点小泡泡起来 这样子温度 你就把一片片的腌好的 鲤鸡肉放进去 在这里面算是半煎炸 然后让它有炸到它这个 因为它是鲤鸡肉 其实很快它就熟了 好了以后 把这个炸好的肉片 通通这个 你可以从锅子拿起来以后 再把油稍微沥一下 沥干了以后 这里面只要留一点点油 然后就把洋葱青椒红椒 一起到里面拌炒 跟这个炸好肉片 拌炒一下 因为其实洋葱青椒红椒 这些不要拌炒太久 大概一分钟以内 它的清脆感还有 然后香气也出来了 最后淋进去酱汁 就是我们糖醋酱 番茄酱三大池 白醋两大池 酱油一大池 三二一 很好记 混合好先 然后淋进去 然后再翻炒 糖醋里汁就完成了 如果你希望吃到它更那个酱汁更厚实的 你甚至可以番茄酱白醋 然后酱油 然后加点水 再加点这个太白粉 但因为它已经有番茄酱三大汁 我觉得它已经勾芡已经够了 好了 糖醋里汁 这是我们的东门市场三代肉铺接班人的 豚炒之味这本书 所写的这个料理 谢谢我们的作者 就是我们的彩节了 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N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录音室里 法号圣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普拉斯 阿玛斯 恭喜我们的 恭喜我们的 神机妙算 詹天师 感恩感恩 感恩讲公厨房 有个人给我机会 在这里大放厥词 阿弥陀佛 这个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很开心 只要詹天师来 就是充满了欢喜和欢乐 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代表 你在这个神机妙算 这个帮人家看命理的 这个命理界里面 算是很开心的一个人物 天师最近好像才去了新加坡 是不是 本来我对网络世界很失望 我的FB跟那个YouTube 都没有什么人 只有15万左右 也很多 在微信微博有158万而已 不多 微博158万 不多 但重点是我很失望 我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超脱 在一个意外的当中 你要超脱什么 人家做百万 百万网红 我们 你会超生比较快 差不多 差不多 言归之乃就正好 新加坡的直播天王 找我来台北录一次直播 在台北 对 那时候吃宵夜的时候 正好小钟帮忙推荐 意外的从他的人数 在线人数从8000 冲到1万 他惊为天人 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因为他很少破1万 因为他红标了 OK 所以他就觉得那个收听率 那个当时在直播 直播的那个 那时候在做一个行销的时候 都卖的 都爆表 很热 很热 他就下定决心要找我 再去新加坡一次 就你去了 所以去了七天之后 厂厂都造成 你去了七天啊 对 因为厂商觉得 因为讲究实在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他们以前在卖商品的时候 都是纯粹卖商品 现在只要开运 开运蜡烛 开运衣服 开运什么 通通都找我 是 然后非常的乐落 只要就是 只要天使在现场 就可以挂开运的意思 对 这样大家也相信 赋予新生命 去穿蓝色的衣服 他只会讲蓝色 但我告诉你蓝色 是什么生肖 在什么时候穿 对 光是一个蜡烛 蜡烛在风水的时候 代表阳摘的小太阳 譬如水晶的金 他只会讲水晶 我说水晶的金 代三个日 代表山羊开胎 水代表柴 就是有点像说 营养师告诉大家 这个 比如很普通的土豆 或者是马铃薯 赋予新生命 就是告诉大家 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 或者他的营养 大家一听 平常也不怎么爱吃 现在觉得 我买一箱回去好了 他们那边觉得 我这个人很奇怪 又有专业 又很幽默 那个人叫做王雷 我把他改名叫王八雷 他儿子叫做伟雄 我把他给他养伟雄 这现场直播 你们通常 因为我知道在大陆那边 中国那边 他们直播 他们如果在那边直播的话 有时候像我们认识 像直播 有些明星去直播 一直播要直播12个小时 你去新加坡要直播多久 不行 我大概前30分钟热场 一炒到人数破万 或8000 9000 我就下来休息了 那这样整个直播 只要30分钟而已 我先炒热 后续就他们 卖他们的行销东西 但是你不用走 你不能走 我不用持续的加持 如果我有分论的商品 我就不用走 不过我刚在那个录音之前 还问一下我们神经妙算 张天是讲说 这就是新加坡 其实他们新加坡人 他们还蛮喜欢风水的 非常喜欢 因为新加坡 其实他是不同族群合在一起 有华人 有这个马来人 有新加坡人 那就有那个 他们当年的是什么 马来人 马来人 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文化 交融在一起 然后他们 我不知道这个 譬如说我知道 张天是其实对这个 易经是非常厉害的 改名字什么的 但是普遍来说 这个风水 全世界来讲 都懂都喜欢 新加坡人很喜欢风水 他们特别喜欢 传说新加坡 从上面看 是黄色的 他们认为是一只死掉的螃蟹 所以他们的高层 就把它种了很多的树 变成绿色的螃蟹 然后它活过来了 哎呦 真的还讲 还有这样一说 对 那其实 我跟大家报告 风水不是迷信 风水就是环保 就是把居家国家 环境的空气阳光水 做好好的整理 在新加坡 比较没有所谓堵车 太严重的状况 是 他们每个人都住了 高高在上 高零一等 每个人因为 他们的制度健全 每个人都可以有房可住 没有炒房的空间 每个人就算 我帮他们算命算了 最近回来算了 两三百个人 但是因为新加坡 它的居住环境 它的商业城 或者它的住宅区 什么 大家居住的方法 或居住的环境 跟我们台湾 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气候也不一样 在那边看风水 跟在台湾看风水 有什么不一样的指点吗 完全是 我们无法超脱 空气阳光水 跟椅子 桌子 床 跟门 跟锅子 跟马桶 完全一模一样 那新加坡 具有日本的手法 又有香港的繁荣 又有台湾人的一些 闽南人的文化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那边看的时候 普遍会看到 他们的风水 出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 你这台湾普遍 对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的意思 大家可能问题不太一样 那边最普遍 会撞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指点迷津 他们觉得 这很有道理 那我讲几个 美国跟日本 常常发现 就是厨房没有门 他厨房都有门 第二个 我们实际上发现 台湾跟国外 厕所会没有通风口 他们国家规定 后来的建设 厕所一定要通风口 他们本身来说 他们跟别人不一样 是有的房子 暗而无光 低而潮湿 他们都尽量往高去建筑 所以通风采光 都非常的好 那是他们好的部分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他们有什么 经过你指点 有改进的部分 或是值得改进的部分 其实没有 我应该 我不应该在那里出现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们很喜欢风水 因为他们在谈的时候 都说他们国家的人 都在研究风水 也会请人去看 但真正能够 浅显易懂的 毕竟不多 了解 这个是一个环保 很成功的国家 好了 其实今天请到我们的 神经妙顺张天师来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张天师 当然你刚归国 对 可是我常想说 没有很多营养师 厨师 作家来到我们现场 我也很好奇 比如说医师本身 营养师本身 他们自己是吃什么 他们常常跟大家讲 要吃健康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私底下问他们 他们也很爱吃油炸的 咸酥鸡 他们也非常爱 对 张天师你本人 你自己是神经妙算 对 常常帮别人看风水 这个看命理 对 你自己每天是怎么样 按照你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神经妙算 在过火的 就是说 你问到重点了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从命盘当中 我们也看到 有职业病 遗传病 因果病 远行病 车祸 包括遗传性疾病 职业病 从指挥朵素命盘 可以看出你哪边会生病 从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切割 跟一个预防 你今天饮食 我们说人的身体病有分为 灵魂病跟肉体病 精神状况不好 睡不好 叫精神病 忧郁症 在命盘当中也看得出来 因为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 大概也不久 常常会有一些 比如说张天师自己算出 自己死期将近 你知道吗 或是怎么样的 你自己算了以后 然后你怎么样去驱邪避极 这样子 不是避极 驱疾避凶 没有我只是说我到66岁以前 比较有危险 我自己要多谨慎小心 那记者为了要耸动 说我只能活到66岁 有所谓 人不要活得久 要活得自在 活得伟大 活得光明正大 但是你是有算数 你自己必须要小心 像我有时候三不五十 之前有吃素食一年 甚至于捐款一年 甚至于就是我说的 就是那年会破财 我就乱花钱一年 或是我们就是多做公益 像我今年 抛转引玉了 我就拿了一个十百千万 六位数到花莲 帮他们点路灯 就他们花点的路灯 很实在会没有电 或预算不够 是 那很多人在花莲 这路上跌倒受伤 刮风下雨 晚上很可怕 那你花一点钱 补充他们的电费 做点善事 我不是要炫耀 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帮忙 他们这些人 我想起来 在电视上很久以前来 我们录音录音的时候 就讲过一句 我觉得突然毛色顿开的话 就是说有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书上写 会怎么样 你自己相信说 我今年有血光之灾 在电视上说 那你就是捐血 对啊 像我去年本身有血光 我就除夕那天去捐血 可是下午就打麻将 眼睛暴血 眼睛熟生眼睛中风 整个眼睛是黑的 眼白是黑的 那是不是因为我捐了血 让我危机减到一半 我也不知道 但是那多行善 多孝顺父母 多帮助别人是天下无敌的 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段话 当然觉得 觉得就还蛮神奇的 但是他 那天是我觉得 他这个 这整段话的重点是 不管你是要 这个驱邪 这个迎击 或者避这个凶 你都是要往 这个善事那边去 当然 怎么去做善事 对 比如说捐血也好 去这个田路也好 造桥也好 去让自己来改善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方向 大家稍微先想一想 休息一下待会买会到 蒋公厨房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阿弥陀佛 神机妙算 詹天使来到我们现场 阿们阿拉 我刚刚那个句话一直讲 在录音的中间 詹天使跟我讲 就叫趋吉避凶 趋不是趋赶的趋 接近他的意思 趋吉避凶 先避凶再趋吉 我这一面觉得自己觉得怪怪的 也没有问题 趋吉避凶 那这次就是说 因为帮新加坡做视讯的 紫困斗数 以前我算得很准 我都没有留下记录 我现在开始都会请他们比个 金融比个赞 算一百个 大概有九十个都比赞 给我回馈 一避免不必要的客数 二确实是很好 他们发自内心的跟我比赞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 被肯定的一个提升 不错 来比个赞来一下 看 那天使你刚讲的紫围斗数 我们这边这个命理界 这么多不同的 这个紫围斗数也好 或是易经也好 或是看面相 看这个掌文 或者是看八字 对不对 或者是还有更多的 比如说这个塔罗牌也好 星座也好 这么多这么多 这个命理界不同的这种 这种录音方法 对 你觉得是不是有哪一种是特别准 或是你觉得 你自己认为哪一种 其实才是王道 很简单 越复杂的东西 它越精准 就像相机拍的画素 越高的越准 如果只是测字的话 就一个字 比较偏颇 如果讲星座的话 它没有不准 它是茶余饭后 矿男怨女 善男戏女 聊天的 可以朗朗上口的 讲到最复杂 最精准的 就是我们所做的紫围斗数 它有108颗星药 有12个宫位 有流年流月流石 包括很多的组合星药 都代表不同的意义 很简单 越复杂的越准 因为我听常常很多主持人在问 或是大家在聊天 大家总是装聪明的 讲到紫围斗数 劈里啪就讲下去 我今天就是要装笨 而且我甚至自己也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是紫围斗数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东西 OK 这个一句话就可以带进了 因为我有线上教学 卖得很好 有机会可以参考一下 但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紫围斗数就是一个 从你出车里面日识 排出一个命盘 这个命盘有12个宫位 这宫位代表你生命中的 起程转合跟互动关系 都有很详尽的说明 里面也放了很多很多的新药 你每个人都有这些新药 有的六兄 有的六级 有的六兄在父母 有的六级在子女 因此创造了 跟谁关系好 跟谁关系不好 也因为这个道理 我们说有一好没二好 老师你这样讲太好 就是说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我们大家讲到西洋的 这个12星座 所以是残余饭后的 一些娱乐的谈知 但是12星座 大家就想 它是星座的一种 个性 它是星座排列出来的 一种星象 然后我们就说 这是什么星座 这是什么星座 它这个某种星象 在这个星象 它排列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间生日的人 他就被这个星象 所影响他的个性 那紫薇斗书 老师你突然说 还有12宫 这我们就很好奇 像我就想要追根 这个宫是哪来的 它是 它是什么 宫是在哪里 比如星座在天上 星座在天上 我看得到星辰 那宫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时间 紫薇斗书是古人老祖先 传说是 传说旅动兵 一直推广出来的 研究出来的 以前是九宫 后来变十二宫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的缘由 无可考 那他留下了很多的 古代的书籍 藉由古代的书籍 我们教我们大家 如何去排命盘 排宫位 那命宫的上面 一定是父母 父母他们是福德 福德他们是田宅 他会寻的一定的 顺时钟的方式 帮忙宫位是固定的 那每个星药的排列 会造有你的 你是几点生的 你是农历几月生的 来定你的宫位 你的宫位跟你的星药 产生一个碰撞 就会产生一个组合 命宫带什么心 带什么心 将你一生的爱恨情仇 水二局 木三局 金四局 土五局 这类的局 告诉你是几岁起运 那重点是天王 天王是献哥 是基督徒 他就给我考过试了 闭着眼睛 讲命盘 讲他朋友命盘 全部讲对 电脑一列印 一模一样 所以你不要说 我不会算紫围抖数 我可以闭着眼睛 把你的命盘排出来 我现在听到这边 很多有一半以上的听众 可能紫围抖数 他自己也在研究 所以我问的这些问题 他们觉得很笨 但是也有一半的听众 可能跟我一样 对紫围抖数 懵懂 常听到人家讲到 紫围抖数 公位 老师有时候 你讲解的时候 我也是频频点头 但是事实上一半的时间 我听不太懂 我最大的成就 不是算得准 我最大的成就 是把紫围风水 简单化 白化 所以我自己称自己 是命理界的胡适 命理界的胡适 掌声鼓励笑 来来 太棒了 你到底有多少外号 你要是蒋经国先生 你要不然是胡适 你要不然是 陈金妙帅 还有留的 命理界 如德华 风水界的郭富城 不是 老师 你这样讲 我大概有一个轮廓 对对对 因为你看十二星座 他就是在这个月份 几个月份里面 你在这个月份 你就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他感觉比较像统计学 对 但紫围风水听起来非常细微 对对对 好像说在每个时程 甚至每一分每一秒 它都变成 它都变成纳落在这个地方 非常立体的 立体的东西 它是立体的 这个蛮神奇的 但是老师 所以说只要爆出人的 这个农历的深层八字 对对对 就可以算出他的紫围风水 当然当然 而且非常精准 那这个命盘出来以后 我们要跟着这个命盘 因为感觉上命盘 好像已经命中注定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折腾的 你说得很好 当我们算命是为了减定 就像我们去医院 验血验尿 核磁共振 对 紫围风水就是减地底的命 最后怎么改变这个人身体 你核磁共振 验血验尿 发生问题了 你应该滋润灌溉 就像一棵树一样 滋润灌溉 或摆设的位置 来让这个树活得更好 这个滋润灌溉 跟摆设好的位置 跟客户这棵树 我们称它为 孝顺 积德 风水 还有读书 詹天士 你今天这样一讲 我真的是越来越懂了 如果说把紫围斗树 把它当作是一个 核磁共振 对 X光 X光核磁共振 不同的检查 对 全身检查 检查完以后 结果要怎么改变 结果出来了 不是用斗树改变 是用你孝顺父母 积德 风水 包括你多读书 才去改变这棵 这棵树 或这个人的命运 如果说完全没有去做 这样的检定的人 也可以多做善事 但是就像你自己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病 但是你就 少吃这个 多吃那个 少吃那个 好像也不错 但是却不知道说 到底是主要原因在哪里 对 所以一个是检验 一个是化解 很多人现在听到这边 已经跟我一样 越来越了解了 对 可是我在台湾已经 直播斗树 积德 已经闯荡了三十几年了 其实是很用心 在研究积德 跟风水 那浩瀚的命还 我只是沧海的一树而已 但我会一直把 我东西想交给大家 毕竟我是无视自通的 我一直想教大家 教大家 当然我不希望 所有任何人批评 我是用心的 客户这个专业 让他传承下去 我不偿失的传承下去 那老师 如果在你的FB上面 或是IG 或在任何你的平台上面 如果有人在直接问你 他是怎么样跟你接触 他是 像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他是亲子专家 那很多人就问他 小朋友的问题 他就直接回答人家 这样子 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小老鼠 ABC 0189 LINE ID 可以在那边做一个互动 提升 互相互相来做一个沟通 那可不可以挂我的 譬如说我的专属号码 可以得到折扣之类的 一定要打 我爱讲功 一定打七折好不好 这几年 这个看紫薇的东西也好 看命令也好 看风水也好 你觉得这个算是有增长吗 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说 他差不多一样 你问到重点了 穷算命富洋宅 富洋宅 有钱人才有时间看房子 看风水 是是是 那比较想超脱陷阱的人 就改名字或算命 最让我担心的是 有钱的人 他根本不在乎 他认为 他是把太阳叫起来 例如攻击 你知道吧 这种有钱人或男生 很骄傲的 他都不算 最后也是会 面临到一个考验 每个人都会面临到 走下坡的考验 所以这几年好不好 对我来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是没有生意的 但是我改变我的操作方式 用视讯帮全球做 风水 以及直播斗数的推算 反而带来更大的契机 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 今天我们詹天师来现场 成绩妙算了 大家刚刚讲了 这个两段 事实上更多 对命理 比较不了解人 更疑惑的人 更清楚这个轮廓 待会最后一段 我请詹天师 因为当时 其实天师有时候 出这个年历 就是会告诉大家 说今年的一些运势 那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三月份了 三月份 詹天师可不再最后一段 告诉我们大家 这整体来说 整体来最后一段 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詹天师告诉 整体来说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 趋吉避凶 好不好 马上回来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那我们最后一段 今天我们的 曾经妙算 詹天师来现场 当然 那么刚刚詹天师 在广告社 特别给我提醒我一下 就是实际各式各样的 这个占卜 就是不管是 陶楼牌也好 什么什么 像这个米卦也好 或是测制 测制 土克占卜 他都有他的神奇的力量 在那边 但是紫微斗树比较不一样 是他是告诉你的命盘 就像做一个身体检查一样 然后希望你可以趋吉避凶 这样 那么这整年 现在我们三月份了 整年你觉得整体来说 我们现在这个运势 这整个环境 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趋吉避凶 很简单 因为中国人有十个天干 紫微斗树有十个天干的四化 叫陆泉科技 那今年最大的问题是太阳化剂 政治的变动 政治的动乱 政治人物的早 去世 包括我们说的交通航空的一些危机 跟旅游的纠纷 完全印证了 我们这次被放鸽子 对不对 就旅游纠纷 那那个航空机场是不是碰撞 还有渔船那个事情 都是 交通航空 而且渔船这个还贴近了政治的纠葛 这不是我说 我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老祖先的智慧 我把它做一个白话跟一个陈述而已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算命师而已 老祖先的智慧非常重要 那今天在这一年当中 大家注意眼睛不要受伤 父系的亲属比他多病 然后交通交通旅游要更加小心 然后包括我说太阳代表政治 去潜入政治的一个纠葛 然后太阳本身也代表 好些没好报 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那所有的一切 这是算命 那我们介绍风水 其实可以小小的调整 像小钟的风水 办公桌 我把它顺时钟调了90度 它的通告跟代言暴涨 对 他最近真是很多 不是这一年来 他自己也到处跟大家讲 真的很猛 那大家很想学风水的 我非常亲民 所以我3月30号跟4月15号 在东南旅游有出了两团 也快爆满了 大家可以考虑报名一下 边旅游 福岗也可以边一起跟我一起体验风水 你当导游 导游是另外一个 我跟导游一起去 那很有趣 然后费用不高 也没有加价 还帮他们参加的免费 可以帮他们看风水 家里风水 很棒 还帮他算一张命盘 而且可以这个近距离 问这个詹天师 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是到那边见面而有 是五天团进团出 因为年纪大了 蛮闲的 是 想不到这次在喜马游爆红 这个才还是要旅行 承诺前往一起 是 3月30跟4月15 东南旅游 好 大家这个有兴趣的 你好好报名一下 看到詹天师本人 我可以保证你会更开心 就像看到那个 最近那个幻树大师 非常红一样 你看他本人的表演 就很棒 詹天师也会有 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么今天很开心 我们的神机妙传 詹天师来向 希望以后可以 常见到詹天师 给我们多一点的 好不好 让我们多认识一点 命理世界 谢谢詹天师 讲究厨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风水跌着小太阳 拜拜